1998年7月,23岁的河北青年陈文宁从北京一个名牌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,之后留在北京找工作。 他的老家在河北张家口的农村,父亲早逝,母亲和三个姐姐勉强着供他读完了大学。 北京的四年大学生活,让陈文宁迷恋上了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,毕业之后他下定了决心就要在北京成家立业。 因为在校成绩优异,而且有很多社会实践的经验,陈文宁很顺利地被北京一家外资网络公司录用,成为了一名电脑工程师。 试用期过了之后,他的月薪呢,达到了八千多块。 各位,那可是九八年呢。 陈文宁啊,成为了国贸写字楼当中一个年轻帅气的小白领。 他想在北京多奋斗几年,努力地把户口也迁进来。 在这家网络公司上班之后不久,同事们都混熟了。 他们知道陈文宁这小伙子还是单身一个人呢,很多人就非常热心地给他介绍女朋友。 可是,当他们介绍的一些女孩知道陈文宁来自河北农村,家里边还有比较重的负担的时候,都是再约,再约,再也没约。 2000年的春天,陈文宁经朋友介绍,认识了北京的女孩刘红灵。 您听这名字多好听啊,我们俩划着穿儿菜红灵,就那个红灵。 他呢,和陈文宁年龄相当,父母原来都是海淀郊区的菜农。 因为北京市征地扩建,全家呢,都成了城镇居民,有了北京市的户口。 刘红灵是家中的独女,大专毕业之后,在海淀区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会计,每个月收入有2000多块钱。 这在1998年呢,也还算说得过去。 初次见面,陈文宁对长相清丽,性格温柔的刘红灵啊,感觉很好。 她也没有隐瞒,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家境。 刘红灵呢,没嫌弃,相中了一表人才的陈文宁,又见她这么诚实厚道,很快就安排父母啊,咱们大伙一块儿吃个饭见个面。 饭局当中,面对刘家父母审视的目光,陈文宁表现得不卑不亢,有理有结。 刘家父母也没对她来自农村这个事提出异议。 由此呢,她和刘红灵确定了恋爱关系。 可有一条陈文宁不知道,刘红灵的母亲王敏琴对女儿之前的恋爱啊,曾经干预过很多回。 因为王敏琴认为,自己和老伴都没有正式工作,原来是菜农嘛,将来肯定还得靠女儿女婿养老。 所以,不仅要为女儿找个能赚钱的老公,最重要的呀,是得招一个听话的上门女婿。 哎,来自农村,收入高,一表人才的陈文宁,这是非常合适的人选。 刘红灵这姑娘从小就本分听话,遇上事儿呢,都是让父母拿主意。 在认识陈文宁之前,刘红灵跟大专时候的同学李伟峰俩人热恋了很久。 李伟峰的父母都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市普通工人,他毕业之后到一个事业单位当了个小办事员,月薪不到两千块。 王敏琴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,非常粗暴地拆散了两个人。 这之中啊,刘红灵也寻死觅活过,但是最终是拗不过母亲。 当李伟峰得知刘红灵最终找了陈文宁的时候,还曾经愤愤地跟他说, 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,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好。 刘红灵当时以为李伟峰只是说说气话, 没想到啊,没过多长时间,李伟峰真就辞职了,跟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公司。 他远离了刘红灵的生活。 2000年10月1号,在王敏琴的催促之下,认识不到半年的刘红灵和陈文宁俩人结婚了。 婚后,王敏琴以省钱为由,让陈文宁退掉他在朝阳区的出租屋, 和女儿呢,一起住到海淀区那套政府环剑的三室一厅里来。 这么一来呢,陈文宁每天上下班就要三个多小时,从海淀跑到国贸啊。 但是,考虑到岳母的好意,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。 同时,陈文宁认为啊,自己在北京人生地不熟, 婚后,岳父岳母一家,这就是自己的亲人。 所以,他按照岳母的意见,把财权交给了妻子, 每个月自个儿就留一点零花钱。 而刘红灵呢,从小就依赖母亲, 丈夫拿回来的钱,他都如数地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。 这一点,陈文宁弄明白了之后,心里很不舒服。 他跟妻子就说,咱们呢,每个月交生活费就行了, 没必要把这钱呢,都混到一块儿, 到时候,恐怕会出点矛盾。 刘红灵把丈夫的意见告诉了母亲, 王敏秦对女婿的意见不以为然, 很多回对这小两口表白, 我跟你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, 以后这个家,这房子,存款,不都是你们的吗? 分什么呀? 我帮你们把钱存着,我是怕你们乱花。 这个理由毫无破绽呢, 陈文宁也不好再坚持把经济上分开了。 作为在CBD商圈的白领阶层, 他也有不少的应酬。 大家伙都知道,国贸商圈那是中国顶级商圈之一啊, 消费水平非常高。 这么一来,他的零用钱呢, 一般只能支撑一个星期。 有时候请回客,这兜啊,就尖了底了。 他的这个毛病,很快就被岳母发现了。 他让女儿啊, 你控制一下陈文宁的花销, 他太能花钱了。 这之后呢, 刘洪玲就非常注意陈文宁的口袋, 每天翻人家兜, 见这钱多了, 他就拿出来, 少了呢, 还倒也真补上。 一般总给你保持在五百块钱左右。 刚开始的时候, 陈文宁还觉得, 这是媳妇关心自己, 你看我多省心呢, 我很满意。 可慢慢的, 刘洪玲在金钱上的控制, 总是让他捉襟见肘。 有时候啊, 私底下跟媳妇说点小话, 要点钱。 可是刘洪玲呢, 在岳母的指示之下, 不仅是把她大大埋怨一番, 还把她这零用钱的标准呢, 下降了, 原来是五百, 啊, 你不够花, 好, 这回二百。 陈文宁心里边十分窝火, 但是, 只身于别人的屋檐之下, 她也只能低头忍下来。 新婚的甜蜜, 很快就过去了, 日常的琐事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内容。 陈文宁很快发现, 上门女婿的处境啊, 不是那么简单。 在这个家庭里, 岳母是个叙叙叨叨的女人, 刘洪玲呢, 独立生活能力差, 凡事都听父母的。 王敏秦适适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, 虽然让陈文宁看不惯, 但是, 为了家庭的安宁, 她也不好多说什么。 除此之外, 陈文宁的一些生活习惯, 成了岳母隔三差五就要数了的内容。 王敏秦总是批评陈文宁, 你看你, 站没个站下, 坐没个坐下。 而陈文宁和刘洪玲俩人偶尔呢, 争吵几句, 王敏秦也一味地偏向着女儿。 这让陈文宁觉得, 自己在刘家低人一等, 不满和矛盾开始慢慢地累积。 2000年底, 刘洪玲怀孕了, 在母亲的游睡之下, 刘洪玲干脆搬到了母亲的房间里, 以保护胎儿为由和陈文宁分居了。 这让陈文宁很痛苦啊, 有很多回她去找妻子, 咱们俩亲热一下, 这不人之常情吗? 但是, 在岳母的面前都是欲言又止, 一种失落的感觉, 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。 到2001年的9月, 他们的儿子出生了, 王敏秦老两口啊, 高兴, 尤其是王敏秦, 他觉着, 现在老刘家终于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了, 他呀, 自作主张, 想让这孩子姓刘。 那不可避免的这争吵就开始了, 陈文宁认为, 我儿子应该姓陈呐天经地义啊, 王敏秦呐就劝他, 哎呀, 文宁你这太封建了, 什么年代了, 他姓什么不都是你儿子吗? 干脆就姓刘了。 这种事儿, 陈文宁可得争辩几句, 他说您别说我封建, 您比我还封建呢, 您不就想让他延续刘家的香火吗? 岳母啊, 也给了他几句, 你呀, 是我们的上门女婿, 你都是刘家人了, 告诉你, 这孩子就得姓刘。 这时候, 刘洪玲还在坐月子, 陈文宁啊, 她毕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 是国贸的白领, 她觉得, 要是跟岳母应来, 闹得家里边鸡犬不宁, 那媳妇也没法休息, 影响她身体。 不说了, 当务之急, 就是尽快在城里, 另觅住处, 带着老婆孩子过去, 这样, 孩子的事儿, 她就可以做主了。 这之后, 陈文宁暗地里, 在北京四处看房, 寻找合适的楼盘, 而同时呢, 妻子已经给孩子上了户口, 户口本上的名字, 叫刘凯璇。 陈文宁啊, 也没在意, 她就想, 等先把房子的事儿搞定, 把老婆孩子的户口, 迁到新房这边来, 找个机会, 再把孩子的姓给改回来, 她还小吗? 不过, 她万万不敢把孩子的真名, 告诉远在河北的老母亲, 只能在电话里跟母亲说, 生啊, 儿子叫陈凯璇。 那天, 挂断了母亲的电话, 陈文宁呆呆地看着办公室, 玻璃木墙外边, 熙熙攘攘的车流人流, 突然泪流满面。 她想不明白, 自己怎么就沦落到这么窝泥, 的地步了呢? 2002年的春节, 陈文宁想把已经满周岁的孩子呀, 带回老家过年, 让她老妈看看。 没想到, 她刚说出这么点意思来, 岳母就非常干脆地给她拒绝了, 说, 你们呀, 把照顾孩子的事儿想得太简单了, 河北农村那什么条件呢? 啊, 别说是暖气, 自来水都没有, 天寒地冻的, 孩子病了怎么办呢? 刘洪玲呢, 也没主意, 觉着母亲说得特别有道理, 非常的赞成。 那年的春节, 截然一身的陈文宁, 带了几张孩子的照片, 回到了老家, 看着母亲每晚睡觉前呢, 都在昏黄的灯光底下, 偷偷地抚摸孩子的照片, 有时候还带着伤感的, 喃喃的自语, 陈文宁的心里, 全是酸涩。 过晚节, 临回北京之前, 母亲呢, 熬了好几宿, 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, 哎, 在这虎头上啊, 还绣了个尘字。 几天之后, 陈文宁满心欢喜的, 给孩子换上虎头鞋, 给拍了几张照片, 哎, 给母亲寄回去, 你老人家高兴高兴。 可是呢, 岳母是一脸的不高兴, 拍完照片, 她就忙不迭地把这虎头鞋换下来。 陈文宁当时也没多想, 可是打这儿之后, 再也没见孩子穿过虎头鞋。 有一回她就问妻子, 妻子告诉她, 妈说, 现在哪有孩子穿这么老土的鞋的, 早就送人了。 陈文宁这一股火顶到脑门上啊, 年迈的母亲为了绣这双鞋, 那手扎破了好几回, 熬了好几宿啊, 这岳母,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母亲的心血呢? 2002年3月, 陈文宁在北京五环边上, 寻得了一处120多平米的妻房, 就对妻子提了买房的事。 刘鸿鞋想啊, 丈夫每天来回三个多小时, 确实是太辛苦了。 更重要的呢, 为孩子将来的教育着想, 还是那个地方好, 他很快就同意了。 那天晚上, 刘鸿鞋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敏钦。 王敏钦知道之后啊, 奇了怪了, 主动提出来赞助他们五万块钱交首付。 王敏钦还让女儿转告陈文宁, 既然女婿在孩子名字上让了步, 这说明啊, 她的心还是向着咱老刘家的, 买房啊, 咱自然得帮一把呀。 陈文宁知道这话之后啊, 觉着很意外, 同时还有点感动。 这感动没坚持多少天, 办理购房手续那天, 王敏钦突然提出来,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 陈文宁当时就感觉到了, 她肯定有别的事。 果不其然, 在签订购房合同的现场, 岳母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房屋产权人。 陈文宁这实在是太气愤了, 我自己拿出了一半的首付款, 将来的月供也是我自己交, 产权人就应该是我呀, 天经地义呀。 她坚决地拒绝了岳母的无礼要求, 两个人在售楼现场激烈地争吵起来。 随后, 王敏钦提出来, 让刘洪玲成为房屋的产权人。 陈文宁想, 自己和刘洪玲是夫妻, 这套房子呢, 是婚后两个人的共同财产, 将来呢, 岳母也没有控制权。 得了, 就这么写吧。 勉强地同意下来, 陈文宁买的是妻房, 交房要在一年之后, 她在岳母家还有漫长的日子要熬。 有一天呢, 刘洪玲让陈文宁给儿子洗澡, 漫不经心的她呢, 把儿子脱光之后, 直接放在了盛着凉水的浴盆里, 然后又把这热水倒进去。 孩子娇嫩的肌肤马上就红肿了, 一下都哇哇地哭了。 刘洪玲赶紧把这孩子抢过来, 责怪她, 你怎么回事啊, 你自个儿儿子你都不知道心疼啊。 陈文宁冷冷地说, 我姓陈, 他姓刘, 怎么是我儿子呀? 除非他姓陈, 我才认他。 刘洪玲被噎得说不出话来, 抱着儿子进了父母的房间。 没多大功夫, 王敏秦疯了似的冲出来了, 指着他就喊, 你自个儿孩子你都不认了, 你也不愁愁你自己什么德行, 你农村来的土老帽。 身为外企白领的陈文宁, 最不愿意听到的, 就是别人说的土老帽。 更何况, 岳母一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呢, 你们前两年还是农民呢, 还种菜呢。 他这血状顶梁门, 跟岳母就吵起来了。 最后, 王敏秦狠狠地抽了他一个巴掌, 陈文宁忍无可忍, 也推了岳母一巴掌。 这可不得了了, 王敏秦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, 湿声地抽气, 吞了他拉的。 一直以来, 对他们的争吵不理不睬的岳父, 刘芳勇, 头回处境啊, 朋友们, 他的岳父叫刘芳勇, 看见妻子吃了亏了, 劈头盖脸, 对着陈文宁一顿乱打。 这时候, 从屋里出来的刘洪灵, 非但不劝嫁, 还木然地站在一边, 看着母亲又抓起拖把追打丈夫。 陈文宁一时之间躲闪不及, 额头这一下让岳母给抡上了, 破皮了, 流血了。 他看见妻子不帮自己, 伤心的陈文宁, 捂着头打车去医院包杂。 这时候呢, 刘洪灵才跟过来, 要陪丈夫一块儿去, 但是陈文宁非常伤心, 他说, 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管, 你现在管什么呀? 这刘洪灵一听啊, 扭头就回家了。 这一回深夜的打骂, 让陈文宁这心伤得是透透的, 他难受, 也矛盾, 想跟刘洪灵分手, 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, 又狠不下这个心来。 陈文宁在老乡的家里住了三天, 才被妻子叫回来。 回来之后啊, 他当着岳父岳母的面, 对刘洪灵提出了两个选择, 要不然呢, 咱俩就离了, 要不然呢, 你就跟我搬出去担过。 最后, 刘洪灵答应陈文宁, 先搬到刚刚拿到钥匙的新房里去住, 他自己呢, 暂时和父母住在一块, 这主要是为了让父母帮助照顾孩子。 陈文宁就这么着, 搬到了还没装修的新房里, 他除了每周偶尔回岳母家看看妻儿之外, 连电话都不往那打。 这时候, 他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, 已经对岳母参杂在其中的婚姻, 感到深深的绝望, 他想要摆脱这种生活, 就必须带着妻儿搬到新房里。 2005年的10月, 陈文宁呢, 跟老乡那儿借了一部分, 再加上自己的私房钱, 凑了十万块, 装修了新房。 就在他准备乔迁新区的时候, 母亲呢, 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, 说这身体呀, 只是不舒服。 到当地医院检查之后, 大夫说, 不好确诊, 最好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看。 陈文宁孝顺呢, 这一听就急了, 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来看病, 顺便呢, 让老太太也住两天自己的新家。 陈文宁把母亲生病的情况, 告诉了刘洪凌, 希望呢, 她能从家里拿点钱出来, 为母亲治病。 自己这儿啊, 是真没钱了, 买完了房, 这还得交首付, 交首付只有刚装修, 那装修钱还是借的呢, 你帮我拆对点来。 刘洪凌啊, 竟然是非常冷淡地说, 你妈生病,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, 我可没钱。 这番话说的陈文宁这心呢, 都不是寒了, 它都冻上了。 把母亲接到北京的当晚, 陈文宁请王敏秦全家, 一块儿到饭店吃饭。 这酒席之上, 母亲头回见到孙子, 非常激动, 伸着俩手啊, 想要抱一下。 没想到呢, 这刘洪凌抱着孩子, 故意躲开了。 老母亲, 这眼泪当时就涌出来了, 干嘛呀? 陈文宁这心里也难受啊, 她非常生气地呵斥妻子, 你让妈抱抱孙子怎么了? 哪知道, 妻子还没说话, 一边的王敏秦说了, 孩子认生, 你把她吓着怎么办呢? 陈文宁气得直接就蹦起来了, 母亲使劲地拽她, 含着眼泪说, 哎呀, 妈看看就行了, 你别把孩子吓着, 看看就行了。 碍于母亲的面子, 陈文宁没有发火, 但是那天晚上, 心情极度阴语的她喝了很多的酒, 吃完饭, 岳母呢, 非得抱着孩子回自己家, 陈文宁夫妇带着母亲回到了新房子, 接着这酒劲, 她越想越窝火时, 越想越窝火, 跟她媳妇大吵一架之后, 呼呼大睡了, 而老家来的母亲呢, 一看自己刚来, 就惹得这一家不安宁啊, 她, 怪自己, 我是惹事来的, 我, 回去吧。 当天晚上啊, 陈文宁还在睡觉的时候, 老太太打好了小包袱, 一个人颤颤巍巍地离开了儿子的家。 第二天的早晨, 陈文宁睡醒之后, 妈找不着了, 她就想, 回老家呀, 只能是坐火车, 直接就奔火车站去找。 在火车发车之前, 她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, 这时候她才知道, 老母亲在寂寥的深夜, 走了大半个晚上, 一路打听着, 问着, 愣从北五环走到了北京站。 各位, 我在地图上拉了一条直线, 北五环距离北京站最近的一个点, 也有十二点七公里。 这是一个老太太, 人生地不熟, 走了半宿, 您还别忘了, 她是来治病的呀。 在车站的后车室里, 陈文宁和老母亲四目相对, 唯有泪千行。 经过诊断, 陈母得的是子宫癌, 医院决定要马上手术, 但是得先交三万块钱的押金。 这时候咱前辈说了, 陈文宁刚装完房子, 手头没钱了, 她只能去找妻子商量, 好说歹说, 她媳妇最后拿出了一万块钱。 无奈之下, 陈文宁只好找同事又借了两万块, 这才为母亲做了这个手术。 陈母出院之后, 陈文宁想让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, 自个儿好照顾照顾, 但是母亲看到她的处境, 含着眼泪, 愣是回了老家。 这件事更加深了陈文宁对岳母一家的怨恨, 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, 让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。 出于报复的心理, 她把怨气啊, 全都转嫁到了刘洪玲的身上, 稍有不顺心就恶语相向, 有时候是拳脚相加。 而只要刘洪玲一哭, 王敏秦马上就知道, 知道之后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吵闹一番。 这一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 眼看着实在也是过不下去了, 王敏秦就动了让女儿离婚的心思, 特别是她在2005年底啊, 碰上了李伟峰, 就是女儿原来那个大专里的男朋友, 她嫌人家穷愣给拆散的那位。 那一天呢, 开着宝马车的李伟峰, 突然停在了王敏秦面前, 把王敏秦给震了。 谈谈之后她才知道, 人家李伟峰在刘洪玲结婚之后, 很快也结婚了, 但是呢, 没过三年就离了, 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打拼, 已经是开着宝马, 在郊外有别墅的大款了, 老总了。 更难得的是什么呀, 李伟峰对刘洪玲依然是念念不忘, 她主动提出来, 可以为刘洪玲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, 并且呢, 把自己的名片交给王敏秦, 让她转交刘洪玲。 王敏秦这心里门啊, 抽了自己一千多个大嘴巴, 后悔自己怎么就那么没有远见呢, 怎么就把他们给拆散了呢, 你看人现在混的。 当天下午, 王敏秦把李伟峰的名片就拿出来给了刘洪玲。 在她的再三催促之下, 刘洪玲打电话跟李伟峰取得了联系。 刘洪玲没想到, 人家依然对她一往情深, 不但请她到一些豪华的酒店吃饭, 还真的给自己在她的公司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。 这之后, 两个人就开始了频繁的来往。 2006年7月25号, 刘洪玲啊, 正在家里整理电脑上的照片, 痴痴地望着照片上的李伟峰出神了, 不料, 被刚进家门的陈文宁发现, 她一看, 这照片上, 媳妇被一个男人紧紧地搂着, 不对劲, 就不停地逼问她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。 刘洪玲当然不敢说呀, 陈文宁气得直接甩了她一嘴巴。 甭说了, 当天晚上刘洪玲又抱着儿子回娘家了, 王敏秦一听, 怎么着, 我女儿又受气了? 怎么着吧, 咱也别一回一回跟她打架了, 你呀, 跟她离路吧, 她不提, 你提, 啊, 跟她离了, 跟李伟峰结婚, 李伟峰现在有钱。 2006年8月, 刘洪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, 心灰意冷的陈文宁同意了。 2006年8月6号, 陈文宁到岳母家, 找妻子回家商量这财产分割的问题。 但是刘洪玲和王敏秦呢, 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。 8月7号也就是转过天来, 陈文宁又来到了岳母家请妻子回家商量商量, 但是依然遭到了拒绝。 2006年8月8号上午的8点, 陈文宁选择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, 非常吉利的时间, 她决定跟岳母妻子摊牌, 如果他们俩答应她的要求, 什么都好说, 如果不答应, 她就决心跟岳母和妻子同归于尽。 早晨出门的时候, 陈文宁在腰上憋了一把蒙古刀, 又从厨房拿来把菜刀也憋在腰上。 再次来到岳母家, 这时候岳父带着孩子出去玩了。 陈文宁开门见山地就对刘洪玲说, 你呀, 把房产证的名字改成我, 我马上就跟你离婚。 那刘洪玲能答应吗? 这时候啊, 一边的王敏秦指着陈文宁的鼻子说, 啊, 你还想让这房产落你手里呀? 你别做梦了, 你你你赶紧给我滚滚滚出去。 陈文宁低落着俩拳头, 逼刘洪玲回家跟她改这名字, 她用最后一丝耐心问妻子, 现在你说吧, 是站在我这边跟我回家, 还是听你妈的? 任刘洪玲回答得非常干脆, 听我妈的。 王敏秦呢, 还在一边骂, 陈文宁, 我们家对你哪儿不好, 啊, 你个乡巴佬, 你狼心狗肺呀你。 一忍再忍, 一让再让的陈文宁, 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穷途末路, 那些不堪回首的心酸往事, 一幕一幕地翻卷起来, 如果再忍下去, 自己还算是个男人吗? 气急败坏的她, 左手一把搂住刘洪玲的脖子, 右手从药里蹭的就把那把蒙古刀给弹出来了, 直接架在了刘洪玲的脖子上, 那刀子快呀, 鲜血一下就顺着刘洪玲的脖子涌了出来, 看见这个情景, 王敏秦也吓坏了, 就在那喊, 杀人了, 救人呐, 救命, 听见岳母的喊叫, 陈文宁松开妻子直奔王敏秦, 一刀就扎进了她的胸口, 接着, 抄起菜刀又是一顿狂砍, 这刀啊, 就像雨点一样, 落在岳母的头上, 身上, 脸上, 五十四岁的王敏秦, 软软地倒在了血泊当中, 紧接着, 陈文宁抽回菜刀, 朝着妻子的身上砍过去, 看到岳母已经死透了, 妻子也已经是奄奄一戏, 陈文宁呢, 似乎动了侧隐之心, 在砍了妻子几十刀之后, 疯狂的陈文宁, 终于停手, 转身, 离开了岳母家, 出来之后, 直接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, 等到警方赶来, 王敏秦因为被刺砍颈部及头部, 导致失血性休克和病颅脑损伤死亡, 而刘洪林身受重伤, 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。 2007年3月20号,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, 开庭审理了这个案件。 在庭审的现场, 当陈文宁远远地看到旁听席上, 那苍老憔悴的母亲和三个姐姐的时候, 强装镇定的脸上, 一阵猛烈的臭动。 法庭当庭做出了判决, 被告人陈文宁, 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,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性命, 致一人死亡, 一人重伤,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 鉴于被告人陈文宁主动投案之后, 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, 有自首情结, 且本案系家庭婚姻矛盾引发, 对其已故意杀人罪, 判处死刑, 缓期两年执行。 令人感慨的是, 在主审法官宣读完判决之后, 陈文宁承认自己被判处死缓, 是罪有应得。 但, 面对岳母家人们仇视的目光, 她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王敏秦的行为, 进行忏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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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